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钱人的世界也有很多烦恼 对于这句话 杨阿姨自从做了有钱人的保姆之后 便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当他真正的和有钱人深入接触 和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有钱人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 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杨阿姨我今年50岁 从事保姆行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保姆从业经历 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彻底的刷新了我对于有钱人的认知 由于我的学历比较高 所以我服务过的家庭 几乎都是具有一定层次的富豪家庭 在从事保姆行业之前 我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做餐厅部的经理 我在这家酒店干了二十多年 从最普通的员工做到了经理的职位 其中付出的努力与艰辛不予言表 三年前由于人事调动方面的原因 我的顶头上司 离开了我所在的五星级酒店 他在临走之前 邀请我和他一起 去另一家酒店发展 他说那家酒店的发展石头更好 但寓意会更高 顶头上司是我的恩人 若是没有顶头上司的提拔 我不可能坐到经理这个位置 为了报答上司的知语之恩 我欣然同意了他的提议 辞职后来到了另一家酒店 开启了新的生活 当我撸起袖子 准备在这家酒店大概一场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并不适合我职业的发展 这家酒店的生意虽然很好 但它主打的是低端食材和客源 由于进餐人群的定位不同 导致我之前在高级餐厅里的经营里面 在这家酒店里毫无用武之地 我每天一上班 就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纠纷和投诉 处理这些难缠的问题 让我伤透了脑筋 即使我已经很努力去做 但仍然有很多的问题难以解决 问题没解决 工作就无法顺利地继续开展 在那段时间里 我愁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失眠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经常感到头痛和血晕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 身体很快就会垮掉 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着想 我不得不忍痛辞职 辞掉工作那一年 我已经47岁了 我这样的年纪 如果想要继续在餐饮行业做管理层 根本不可能 如果做普通的工作 我又不甘心 我习惯了高薪 若是让我每个月 挣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对于我来说 根本无法想象 后来 我无意中看到一则别墅招聘高级保姆的招聘骑士 每个月的工资 开到了八千块钱 雇主对保姆的要求很高 要求会说流利的英语 能够辅导孩子做作业 我有大专学历 英语也过了六级 还有高档酒店经历的职业经历 我自认符合雇主的所有条件 于是就自信满满的钱去应聘 当我走进雇主家别墅的大堂时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里面的奢靡程度 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雇主家的装修 堪称富丽堂皇 家里的家具和白件等等 一看就价值不菲 雇主家有五口人 分别是爷爷 奶奶 先生 太太和他们七岁的女儿爱安 雇主家还有一位保姆 保姆姓刘 我叫她刘姐 在我来到雇主家做保姆之前 家里的清洁卫生 还有洗衣服被褥啥的 全都是刘姐在做 家里的饭菜 一直是奶奶做的 自从爷爷中风之后 奶奶要照顾爷爷 再也没有时间做饭 于是就招聘了我 由我负责每日伙食 兼顾福达爱爱的功课 先生在家族企业里做事 他每天都依附公事繁忙的模样 不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 还经常很多天都不回家 太太和先生一样 也在家族企业里做事 太太没有先生那么忙 她从来不加班 也不在外面流宿 在这里做事 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一家人花钱如流水的豪气 别墅总共有三层 那么大的面积 空调几乎没关过 无论是酷暑和严寒季节 家里总是四季如春 家里买的菜 全都是最贵的那种 蔬菜要买有机的 肉类要买家养的 水果要买进口的 买了也要买无添加的 这样的生活品质 全都是用钱堆积起来的 我只恨自己没本事 赚不到那么多的钱 否则我也要买一幢别墅住着 好好地享受一把富豪般的生活 可是刘姐却说 这家人虽然有钱 但背地里 却未必是我看到的幸福模样 刘姐在雇主家里做保姆 已经有十年时间 我丝毫不怀疑刘姐此话的真实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对雇主一家人 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发现 他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幸福 他们也有很多的苦恼和不意 爷爷和奶奶虽然有钱 但他们活得一点都不开心 爷爷整天都卧床不起 饱受着病痛的折磨 奶奶也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让她非常的苦恼 奶奶最为苦恼的事情 就是先生和太太 没有给她添一个孙子 奶奶最不甘心的事情 就是自家那雄厚的资产 没有难盯继承 若是将家里的资产 全都交给孙女继承 对于爷爷和奶奶来说 就相当于将自己打偏下来的江山 白白地送给了外星人 他们极其不甘心 奶奶想让先生和太太生一个儿子 可是太太自从生下了女儿之后 就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因为太太怀不上孩子 奶奶就将太太视作了眼中钉 肉中刺 恨不得将她扫地出门才好 太太出身贫寒 娘家势力单薄 即使受了欺负 也只能默默地忍着 没有娘家人撑腰 自身又没有什么能力 又不能生个儿子母凭子贵 所以 太太在家里的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在家里站稳脚跟 太太只能委屈求全 努力地讨好着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每次先生回家 太太都会给她打洗澡水 帮她按摩身体 照顾得十分周到 有一段时间 太太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默默地哭泣 我问太太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如果感到身体不适 就赶紧去医院看病 千万不要脱 以免小病脱成了大病 太太摇摇头 说她没有不舒服 她只是有些累了 歇歇也就好了 既然太太说自己没事 我也就释然 后来 我也没再看到太太躲在房间里哭 这件事也就渐渐地被我淡忘 不久后的一天 先生突然抱着一个婴儿回到家里 他一回家 就将婴儿抱到了爷爷和奶奶的房间里面 我在客厅里做事 只见奶奶依附开心的模样 他抱着婴儿亲了又亲 嘴里一个叫地说着 我的乖孙子 有了你 奶奶可算是乐乐心愿 爷爷躺在床上 让奶奶将孙子抱到他的面前 看了又看 笑得何不拢嘴 太太则表情冷漠地坐在客厅里 什么都没说 过了一会儿 婴儿哇哇大哭起来 先生说他肯定是饿了 要找妈妈吃奶了 就抱着婴儿离开了家 先生走后 很多天都没有回家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先生肯定是陪伴在母子身边 照顾着他们 回忆起之前的那段时间里 太太总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 我就明白了 先生有了私生子这件事情 太太早就知道了 看着太太一天比一天憔悴 我就义愤填膺地对太太说 先生在外面有了私生子 你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 为什么不跟先生离婚呢 离了婚 你就可以分到一半的家产 总比这样憋屈着过日子强 太太苦笑着说 家里的所有资产 全都在公公和婆婆的名下 如果离婚 她只能净身出户 那样的话 就太便宜外面的那个女人了 我想了想 认为太太说的确实有道理 也就没再继续欠她 先生不回家的那段日子里 太太变得很忙很忙 至于她忙什么 没有一个人知道 奶奶每天到24小时照顾爷爷 根本不关心太太的行踪 先生长期不找家 自然不知道太太到哪里去了 半年后的一天 先生突然回家 他一进门 就把太太拎起来 扔在地上拳打脚踢 他一边打 一边恶狠狠地骂着 他骂太太是蛇蝎心肠的女人 居然和他的生意对手联手 将他的公司搞破产 太太虽然被先生打得很惨 但她的脸上却带着笑 太太的笑容很诡异 让人感觉后继发凉 先生和太太很快就办理了 离婚手续 太太和先生离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得到 除了她的女儿艾艾 她拎着一只皮箱 挽着艾艾的手 离开了这个她生活了多年的家 太太后来去了哪里 我不得而知 因为不久之后 我就失去了这份工作 家族生意破产了 哪里有钱付我的工资呢 我和刘姐同时被辞退 离开了这熟悉的家 后来我听说 为了还上欠债 雇主把包括别墅在内的 所有不动产都给卖了 如今一家人住在出租房里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俗话说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我实在不敢想象 过过了富豪生活的一家人 如何适应这艰苦的生活 如果先生对太太好一点 没有和别的女人生孩子 太太就不会破釜沉舟 和她来一个两败俱伤 家族生意保住了 爷爷和奶奶就能够住在自己的豪宅里 幸福的安享晚年 爷爷和奶奶盼了大半生的孙子 如今终于有了孙子 却没有了财产给孙子继承 堪称竹篮打水一场空 想想都可笑 我想这大概就是太太想要的结果吧 她宁愿自己净身出户 也不愿让私生子和她分同一杯羹 后来我又在好几家富豪家庭里做过保姆 和雇主们同吃同住 经过我的细心观察 我发现有钱人的日子 也有很多的艰辛和不易 有钱人的世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